世界八大最可怕的整容失败案例你都见过吗 身体发肤 手之父母 没想到随便动刀就能让人变怪物 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那些整容失败的真实案例 全程高能 切勿眨眼 一整成电风扇 他曾是南韩非常受欢迎的女性韩慧景 好看的嗓音加上清纯的长相 白皙的皮肤 粉丝们把他称为镜子公主 可是韩慧景对自己的长相并不满意 他希望自己能更有人气 然后挣上更多的钱 于是选择了整容 最开始他找到了一个私人医生 微微整了一下 让自己的脸型变得更圆润 效果还不错 于是他迷上了整容 不断的找医生给自己动手术 但他再也整不出自己满意的效果 长相变得一塌糊涂 可是韩慧景已经整容上瘾了 在医生不再给他动刀的情况下 他拿起注射器疯狂往自己脸部注射食用油 导致皮肤像气球一样膨胀了出来 脸大的就跟电风扇一样 还伴随着剧烈的疼痛 最后不得不找医生从他的脸和脖子里 抽出了260多公克异物 二 整成巫婆 他曾是我国香港著名女星年轻时的邵殷殷 是所有男性的梦中情人 娇好的身材和艳丽的长相 让他被大家称为性感游物 可是在走红之后 他开始不断的整容 往自己脸上注射硅胶 导致现在整张脸变得凹凸不平 坑坑洼洼洼 跟动画片里的巫婆一模一样 虽然后来医生有帮他取出66克硅胶 但他的容貌再也无法恢复 但是除了这几个 还有更可怕的整容失败案例在后面 最恐怖的整容失败的女人 三 整出巨型臀部 疯臀绝对是最受女性欢迎的整容手术之一 很多女性希望自己能有个又翘又圆润的臀部 让自己拥有完美身材 美国迈阿密有一女子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找到了一个叫做奥尼尔莫里斯的整容医生 给自己做疯臀手术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莫里斯医生是个黑心医生 为了省钱 莫里斯没有给女子使用正规的硅胶 而是将陶土和车轮修复胶注入了女子的臀部 然后直接用胶水把注射的伤口给粘了起来 最后女子的臀部是变大了 但是也变得崎岖不平 跟个塑料屁股一样 而这名整容医生也被女生起诉 然后被警方逮捕 四 整成蜥蜴人 她是瑞士著名的社交名媛 年轻时的乔斯林 威尔顿斯坦的容貌十分有魅力 因为靓丽的容貌 她也成功嫁给了一名亿万富翁 可是结婚之后 她发现了丈夫有出轨的迹象 为了留住丈夫 她开始通过整容 让自己的容貌更加迷人 然而一切并没有按照 她所想象的那样发展 第一次整容手术就失败了 后来一直又进行了 很多的修补的整容手术 导致自己的脸变得像 蜥蜴人一样渗人 五 整成怪物 国外一位叫做 垃圾纳来星的变性人 为了让自己更像女人 于是想通过整容 来改变自己的容貌和身材 可是她并没有足够的钱 来请专业的整容医生 只能续黑市所廉价的整容手术 没想到 黑市的整容医生 直接在她脸上 臀部等部位注入了水泥 强力胶来代替灰胶 整完容之后 她的整张脸都开始长成流浓 看起来相当恶心 不过 可怕的整容失败案例 还不止这些 世界八个最恐怖的 整容失败案例 六 整出四个胸 2019年5月 我国广东一女子 为了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 于是在一家整容机构 进行了龙胸手术 手术前 整容医生对她的身材进行了分析 表示要植入两个甲体 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手术过程中 这名女子隐约感觉到了身体的不适 中途还麻药失效清醒了 在手术过后 女子觉得自己的胸部的不适感 越来越严重 照镜子的时候 还发现两边的胸部不一样大 而甲体也凸出来 变成了四个胸 虽然起诉了整容机构 也进行了赔偿 但是四个胸再也没办法复原 七 男性龙出一对胸 1996年 美国一名叫做 布莱恩赞比克的男子在喝醉后 跟朋友开了玩笑 他认为男性也能龙胸 但朋友不相信 因为这个事儿两人还打起了赌 布莱恩为了让自己赌赢 一气之下去整容医院 做了个龙胸手术 没想到还真的龙出了一对 38C的胸部 虽然赌赢了 但是这么大的胸部让他十分害怕 也影响到了他的日常生活 这对甲胸至今还在布莱恩身上 八 龙胸变成植物人 2019年 我国成都一位35岁的女子 向女士 即使已经结婚并生了三个孩子 但是向女士总是对自己的身材感到自卑 怕丈夫会嫌弃自己 于是打算偷偷做个龙胸手术 给丈夫一个惊喜 没想到在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 导致向女士变成了植物人 至今没有醒过来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 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见